那这边呢 要给大家一个想法 我们呢 刚刚全部都是在用这个式子 在做计算对不对 那如果呢 我们回到这个古典几率的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说 如果呢 我的几率是讨论到两件事情 A或B发生的几率 第一件事跟第二件事所发生的几率 如果两件事情呢 的交集是空集合 也就是呢 他们怎么样互相为 这个互不相干的事件的时候 OK 也就是呢 他们互相排斥的时候 那么呢 就可以等于两件事情 发生的几率加在一起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你被抽到一起上台报告的时候 我们假设啦 这个签呢 是有第一支签跟第二支签的的话 那有可能是什么 你可以把整个状况 把它拆成 你可以把整个状况呢 拆解成 你是在第一支签的时候被抽中 或者是你是在第二支签的时候被抽中的 这个叫做第一支签 这个叫做第二支签 OK 那大家想一件事情 因为一次丢出来的签呢 你就不会再抽第二次了 OK 一次抽一支签不放回去 OK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抽第一支签跟抽第二支签 不会抽到同一支嘛 所以呢 是第一支签被抽到 或第二支签被抽到 是两个怎么样互资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是 P1加上P2 OK 那我们现在呢 来算一下 什么叫P1 也就是你第一支签就被抽到了 第一支签被抽到的几率是什么 就是六分之一嘛 所以后面呢 怎么样 不管是谁 抽到谁呢 反正你就已经被抽到了 所以就是六分之一乘以一 剩下五个人 你不管抽谁呢 都一样 那另外一个呢 是你第二支签才被抽到 那第二支签被抽到的话 是怎么样呢 就是第一支要抽到是别人 所以是六分之五 然后呢 第二支的时候 你才被抽到是在剩下五个人当中呢 你是被抽到的那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 样本空间就变五楼 然后呢 抽一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很特别 这里是六分之一 这边算出来也是六分之一 而六分之一加六分之一 是不是就等于三分之一了呢 好 你一定会说 诶 冠委学长你干嘛把它搞得这么复杂啊 我们这样算不就好了吗 好 这个题目啊 其实呢 为的是要让大家明白 算一个几率的题目 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观点来思考 你可以从呢 这个什么 叫做我们所谓的这个样本点数 的相处呢 来思考 那同一时间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拆解成不同的状况 然后呢 把它加在一起 都是很好的思考方式 那最后啊 要提醒大家 大家常常会算到的题目呢 其实是什么 六颗球啊 编号123456 然后呢 如果每颗球被抽到的几率相同 那么呢 抽到三号球的几率是多少 其实也是六分之一 好 这些题目 不管是骰子 不管是球 其实啊 它常常都可以 你比较用生活的角度呢 去想那个题目 你会觉得跟你的生活比较有关联 不然你都觉得一直在 丢球啊 然后啊 丢骰子啊 好 有点无聊 但是其实呢 几率是非常生活化的哦